林美秀主演的台灣愛情喜劇《我的Mr.White》 這日在台北舉辦電影首映會 不過這套戲對於林美秀來說都相當貼切 因為他都已經找到自己的Mr.White 剛剛結婚了三個月 而他更加說有人願意娶我就是真愛 我想有的人很想要成為大富翁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跟你講老天爺都注定好 你這輩子能夠賺多少錢就是賺多少錢 然後也謝謝老天爺 這輩子可能我有一個這個 就是男朋友以及老公的缺吧 他還是還我了 來 真的很謝謝老天爺 真的是啊 很多東西都很注定的耶 嗯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 好像預計現在不臉在前退這樣 然後剛剛有開玩笑 是認真講說要我們那個衛生衣 他去做的嗎 我真的很認真 我真的很認真耶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其實婚禮他不喜歡你嚴肅啦 就是大家放輕鬆來玩 然後就見見老朋友啊 或者是見見雙方的家長什麼都很好 但就是不要太嚴肅就好了 對啊 是老公有聽過你這個愛言嗎 有啊 我是因為看到他穿衛生衣 所以我在想這個衛生衣發而不錯 是因為很性感嗎 蛤 因為老公穿衛生衣很性感嗎 我告訴你 不只我老公性感 所有男生只要穿衛生衣跟衛生衣褲喔 都太性感了 真的 真的我不嫌你喔 我告訴你 那當然 我告訴你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